2012年 暴雪过后的纽约街头 出现了一个 身穿单薄短裤与运动鞋的四岁男孩 他哭着向父亲撒娇求抱抱 但父亲却不为所动 只是继续拿着手机拍摄 并对孩子喊道 跑起来就不冷了 那么 这位父亲为何对孩子这么狠心 这位父亲名叫何烈胜 2008年2月 他的妻子成功诞下了一名男婴 家中有新生命降临 本应该是一件喜事 但和家人的脸上却只有忧愁 因为这个早产了三个月的男婴 体重还不到四斤 直接被送进了保温箱 不仅如此 根据检查结果来看 男婴各项指标都很差 以后稍不留意就会生病 甚至可能因此变成脑瘫 这让何烈胜和妻子如遭雷击 年轻时 两人一直忙于创业 也没想着要孩子 事业有成之后 年龄却带了 要孩子成了男士 经过几番努力 妻子才成功怀孕 现如今竟然换来这样的结果 何烈胜和妻子自然无法接受 毕竟身为父母 他们终究会有老的一天 那时儿子该怎么办 之前在生意场上 何烈胜也经常遇到难题 但他都一一闯了过去 这次面对的是亲生儿子 他更加不可能放弃 就这样 早产的小依德在保温箱里待了两个月 才接触到外面的世界 而后 何烈胜带着小依德来到各大医院 询问医生有没有什么方法 提高儿子的身体机能 最终 何烈胜综合所有人的建议 在结合自己之前当老师时积累的经验 对小依德展开了特训 由于游泳可以增强体力 提高免疫力 因此 何烈胜给小依德套上游泳圈 就将他放到了恒温25度的泳池里 早产本身就比较瘦弱 看到小依德在水里无助地哭喊 何烈胜的妻子心疼不已 几度想把孩子抱出来 但都被何烈胜拦下了 他并非是冷血无情 而是早已咨询过专业人士 早产适合的运动时长 只要时间一到 何烈胜就会把小依德抱出来 最开始 小依德只是挣扎 手脚在水里乱蹬 甚至每次从泳池里出来 哭声还是震天响 但是到了后来 他竟然慢慢适应了 在泳池里不仅不哭 甚至还会玩水 或许是这招真的有奇效 这个先天不足的男孩 一天天健康地长大了 但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计深远 何烈胜对小依德的特训 并没有结束 四岁那年雪地罗跑 五岁那年开飞机 六岁那年写字传 七岁那年穿越罗布泊 八岁考上大学 十一岁大学毕业 看到这里 想必有不少人好奇 曾经被医生判处脑瘫死刑的 何依德 为何会在短时间内取得 比同龄人更加优异的成绩 无庸置疑 这主要归功于 他父亲何烈胜的英式教育 何依德刚从医院保温箱出来 父亲何烈胜就给他套上了游泳圈 让他学游泳锻炼身体 就这样一直到了两岁 何依德已经与正常孩子无异 因此 他的训练清单上多了一项内容 那就是徒步 那时 何烈胜每天都要带何依德走三公里 有时还会找人教何依德跑酷 经过此前的训练 何依德满是活力 因此 无论是徒步还是跑酷 他都不觉得难熬 只不过到底还是小孩子 看到别的小孩或是被父母抱着 或是坐在推车里 满是羡慕的何依德 会直接坐在地上闹脾气 每到这时 何烈胜也会心疼 但是 他表面上却仍是严富的样子 催促何依德赶紧站起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 何依德长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 由于生意需要 何家人搬到了美国 何依德读的自然也是美国幼儿园 经过入学测试 何家人发现 何依德的智商水平比一般小孩还要高一些 一周之内 就从小班升到了中班 两周之后又升到了大班 儿子的表现 何烈胜看在眼里 乐在心里 但是 他也知道体质方面的差距 不会轻易改变 所以 在进一步帮助儿子发挥智力优势的同时 也没放弃体力训练 这时的何依德年纪虽小 每天的日程却很满 他早上六点多起床 去上文化课 围棋课等一系列启发智力的课程 还要去学跆拳道 武术锻炼身体 此外 何烈胜还会带儿子去逛商场 当然不是买东西 而是让何依德了解更多商业知识 2012年大年初一 为了锻炼何依德的意志 提高他的身体素质 何烈胜让他在纽约雪地里裸跑 视频传出来后 不知情的网友议论不断 多数都是在指责何烈胜太过狠心 何烈胜对此却并不在意 他知道一家人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才让原本可能变成脑瘫的儿子 变得如此健康 这是一个父亲拍下的真实影像 视频里的孩子 赤身裸体在雪地里奔跑 还不停地求爸爸抱抱 但他爸爸不仅没有理会 还让孩子趴在雪地里 如果不趴下 就要一直跑 直到孩子做了个俯卧撑 这次裸跑才得以结束 一旦激起千层浪 视频发到网上后 不少人指责身为父亲的何烈胜狠心 殊不知他此番举动 只是为了锻炼儿子何依德的意志力和体力 在他制定的英式教育方案下 何依德也确实走上了成才之路 雪地罗跑的同一年 何烈胜带何依德参加了翻船比赛 起初 工作人员觉得何依德年龄太小 不适合参赛 但耐不住何烈胜的强烈要求 最终 何依德展现出的划船技巧 让评委兜不住探服 国际番联的主席和副主席 还特意接待了这位小选手 也是这一年 何烈胜还带着何依德征服了富士山 过程中 小小年纪的何依德没喊过泪 花费15个小时 两人在山顶展开了那张 写着少年强 中国强的横幅 让日本这个小小邻国 感受到了中国少年带来的震撼 再到何依德6岁那年 何烈胜又准备带他穿越 被誉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 消息传出来后 又引起了一阵议论 毕竟之前的冬日罗跑 还能解释成是在锻炼 但即便是大人 穿越罗布泊也有一定的风险 更别说是小孩了 何烈胜显然是为了博关注 不顾孩子的性命 但是 外界的纷纷扰扰 并没有影响到何家人 何烈胜像以前许多次一样 做了详细的计划 准备了多个方案 优中选优 最终在何依德7岁这年 父子俩动身了 在此过程中 此前经常到各地旅游的何依德 还是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功震撼住了 因此到了后来 他还两度穿越罗布泊 除了体力和意志力超过一般的小孩 何依德在学习上也没拉下 11岁那年 他凭借自己的努力 拿下了南京大学的专科文凭 次年又通过自考 成功拿到了本科学历 又一年 在父亲的培养下 一直对经商感兴趣的何依德 学完了NBA工商管理课 凭借着厚重的知识底蕴 他曾参加过多个考验脑力的节目 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去年 何依德还准备攻读博士学位 想必最后也会成功 他虽然才16岁 但拥有的人生经历 却比不少成年人还丰富 这背后少不了何依德自己的努力 但也少不了父亲何烈胜 对他的悉心栽培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何依德的成功 并不代表英式教育有多厉害 而是进一步论证了 教育因人而异这句话 因此 父母还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 选择教育方法